不過在屏東居然查獲這一家 這是掛羊頭賣狗肉 這樣離譜的火鍋店 而且更誇張的是 動保人員都已經前往現場來查棄了 發現這位老闆 因為賣狗肉前前後後早就被開罰 現在是被開罰三次 但是他居然罰不怕還繼續賣 而且面對了查棄人員更囂張 坦誠的確自己賣的就是狗肉 甚至還狡辯說 賣狗肉是為了要繳先前 因為賣狗肉被開的罰單 這態度真的是相當惡劣 這一家 動保團體會同警察 突襲這一間位在屏東潮州的火鍋店 不但環境髒亂還聽得到狗叫聲 業者甚至直接坦承 店內賣的就是狗肉 大方坦承自己賣狗肉 絲毫沒有一點罪惡感 讓動保志工氣得大罵 更可惡的是 這家店已經連續三次被查獲 還辯稱賣狗肉全都是為了繳罰單 雖然業者立刻被帶回警局 調查是否還有其他虐待動物的行為 不過動保團體質疑 就是因為法律罰得太輕 才會讓這些賣狗肉的業者這麼囂張 一犯再犯 應該修動保法 這些愛賣的人也不用花他錢了 他沒錢啊 就是我就是沒錢啊 你要帶我去關就去關 就把這些懶人帶去關起來 直賣沒殺法款清 動保志工希望能夠修訂動保法 重罰殺狗賣狗肉的人 別讓他們一再殘忍的殺害 無辜的狗兒 記者林家彦包經營高雄報導